今天的依资博股推介是中興通訊7.63 經濟日報的投資熱化組簡選原因是 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到 深入實施創新推動發展戰略 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 推進科技創新促進產業優化升級 科技創新離不開5G的技術支援和應用 而5G建設也是新機建之手 中興是內地5G設備主要供應商 由於制裁的影響 華為正是從全球5G市場撤退 中興就在這個背景下崛起 受惠於5G市場份額持續擴大和無理率改善等 中興去年全年的盈利增加六成 去到68億人民幣 整體無理率升3.63% 去到35.24% 業務方面近兩年來 內地5G設備集採份額逐步向中興華為集中 截至去年12月底 中興在全國累計交付 超過142萬5千個5G機站 5G機站發貨量保持在全球第二 其中在國內的市場份額持續提升 近似於華為 中興來說 內地加發5G、數據中心和工業互聯網等領域的新機建設 投資作為領先的5G設備供應商 中興有能力從前不再領域發展中受惠 中興日前14天RSI 曾經跌到18.3超賣水平 建議等候近日低位大約15元吸納 中線以1月高位23.7位目標 主要大行給他的目標價平均大約29.7 向下調整6%去到大約14元 就止蝕 字幕提供 Ast tomorrow 給爲 negatives böl covering illing 部分 再度 改步 改步 改步